如果你按照网路上找到的这个关键字 找到的这个说明来做的话 基本上是做不出来的 因为呢 这个Android的那个Google的Maps 它的那个版本 API已经到了V2的版本 也就是说 旧的版本是V1 第一个版本 那它现在已经升级成第二个版本 那第二个版本 最大的特色应该就是改成3D了 也就是说呢 它已经可以让你在 地图本来是2D的 对不对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地图2D 它可以让你做成立体的 不过呢 这个就产生一个问题啊 比如说呢 你要申请V1 我不要立体的 我只要简单的2D的地图的话 该怎么申请 那这里的话你会发现呢 在这个地方页面里面呢 基本上是找不到的 所以像我那个 前几个礼拜看到这个 我就哇傻眼了 奇怪怎么会这样 然后就看到说 这边有个getting start 也就是说 我就把这个通通把它看完之后 看完之后呢 还是一头雾水 你们这里面有讲很多 但是呢 问题是要怎么做 其实也是一头雾水 后来我就摸了一下 发现呢 其实有别的地方 可以完成我们要的 这个Google地图的申请 那这部分呢 网路上目前呢 还没有比较好的解答 不然的话 各位可以去找一下 那我等一下跟各位分享的是 如何可以正确做出来 因为现在网路上 基本上分享出来的 都是做不出来的 OK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刚刚把那个重点再提示一下 就是我们 在我部落格上面 跟各位讲到就是 第一个 找到 这个路径 并且把懒人包放过去 执行这个 Key Tour的批次档 那 扣过去之后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个路径 这个叫Key Tour的 路径底下 我把懒人包 扣过来之后呢 请你执行这一个 批次档 不过因为我这个副档 你没出来 那你们可以看 稍微看一下 它的图示应该是 前面有个齿纹 然后这边会出现